前面也一直讲一直强调 Range的话就指定就是它的这个储存格的名称 不过呢 这个储存名称会有英文嘛 那如果说你要做回圈用Range比较不适合 所以这边当然用这个Range 那它第一个动作点slate 那我前面一直强调说 最好你可以组航去做注解一下 其实我刚刚做的动作第一个就是slate 然后给它一个什么呢 韩式 韩式的话就是Rand 然后再来的话就把它做一个什么呢 向下 向下的动作 就是让它整个填满 填满我的这个其他的这个 往下的这个储存格 那把它copy 然后点一下这什么呢 E1 并且把它贴上选择性贴上 选择性贴上只有什么呢 只有值部分就这个部分 那其实这个地方应该这一行可以把它删掉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个初题的句题了 初题句题录制完之后 我们来验收看看 这个地方把它save一下 那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录制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按下初题 来看一下 指定句题嘛 这边点一下 指定句题 那有时候你游标放里面有没有 指定句题就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呢你在字里面 字里面不能哦 要在框框外面 记得点框框就好了哦 指定句题找初题 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试看 它会不会重新初题哦 这边这个初题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 各位有没有发现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现在页面在哪一个页面 在test对不对 可是我应该要怎么样呢 点这边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动作 刚刚程式的部分呢 漏掉了一个动作 这边把它delete掉 漏掉了一个什么动作呢 游标应该要先怎么样呢 点初题之后 没有 它应该要先点这里一下 才开始做怎么样呢 rank这个函数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必须要修改一下 那其实哦 当然你也可以录制的时候 注意啊 切过去 如果假设说 像我刚刚是漏掉一个没关系 其实哦 要不就自己打上去 那你怎么表示说 我点它 谢谢啊 谢谢啊